正当很多外地球迷赶往上海来观看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这场中超天王山之战的时候,却突然看到新闻,说是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 这场比赛已经被迫延期,这无疑让很多球迷非常无奈,其实,对于要参加比赛的广州恒大来说,也是猝不及防,这将会影响到后面的中超争贯,由于两家俱乐部都发布公告宣布这场比赛要延期,所以已经在上海的恒大全队,不得不乘坐飞机返回广州。 值得一提的是,周五下午的时候,恒大全队才从广州机场抵达上海机场,结果仅仅一天时间又得提前返回广州,这也是球队建队以来的队时第一次经历,由于球队下周日才有中超比赛。 再加上世界杯间歇期球队,因为欧洲下雪而没有放假,所以这次返回广州后,主帅卡曼瓦罗会给球员报两天的假期,而不用训练。 但是,这次,英台奉而无缘在7月21日网合场挑战上海上港,也是打乱了恒大全队的计划。 首先是中超间歇期结束回来后,广州恒大用一场完整的方式,宣告了王者归来。 而这时候上海上港的状态没有达到最佳,所以状态正佳的广州恒大可以趁机一举拿下最长中超先王山之战,从而在积分上追凭上海上港。 还有,就是避免后面遇到更加魔鬼的三成,对球队的中超未免影响不大。 剧足球记者唐一荣透露,因台风而延迟的上港,对阵恒大的中超焦点大战,暂定于8月29日举行不散。 8月19日至9月22日,这超过一个月时间里,广州恒大原本就要和积分榜排名前期的球队天津拳牵,沙东鲁呢?上海山花? 北京国安和江苏苏宁等五支球队直接交手,而把和上海上港的比赛,放到8月29日开打,也就意味着广州恒大要连续T6场应战。 这波升级版的魔鬼赛程必然会对广州恒大的中超未免形成很大的影响。